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本书 冯教授你好 多谢王浩兄邀请 多谢石板兄 石板先生好 大家好 那冯教授 你们最近出版了 在台湾出版了一本新书 叫做《左祸百年中国国殇》 那这里面你写了《导论告别中国的四季迷乱》 然后你有一个专章 反思共产主义祸华之源 所以我们今天重点来讨论 你在这本书里面写的这两篇文章 谢谢冯教授来参加我们的节目 谢谢 我整个书 我也是这个整个书的主编 我们的整个意图就是来去追缩 共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 对中国一百年来的祸害 想尽早的去启蒙 让中国人和世界上关心中国的人觉醒 来尽快接受这样的一个祸害 冯教授 我们先谈一下你这个书 所写的关于告别中国的四季之乱的导言 然后你的那一张专章 反思共产主义祸华之源的专章 因为我主要对你的这两篇文章有兴趣 那就你的角度 先把你这两篇东西跟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 特别是提到马克思主义 为什么是现代文明的毒瘤和陷阱 这本书我们是想做一个学术专注报告推出来 但是是有感而发 是因为中国的专制暴政共产暴政还在 而且还得到国际上很多人的支持 国内还有很多人还在认同这样的一个政策体制 所以我们就要挖它的思想根源 就是它是从马克思那里来的 因为我们经常讲中国现在民主化 你在国内经常也会听到 他讲我们中国文明就是这个样子 我们中国几千年就是专制 就有很多这种是是说非的一些判断 影响到很多人现在怎么看中国 怎么认识中国 中国应该怎么走 所以我是要把这个中国目前这个制度 和中国共产党这样的统治 根据历史事实来挖它的根源 它的根源不在于中国的文化 也不在于中国这个民族的基因如何如何 而是它是建立在一座一个歹毒的 就是英语讲toxic 歹毒的一形态基础上 而这个一形态是从德国发明 然后通过俄国走私进来的一套形态 刚才你问那个问题就是说 为什么说马克思维是现代文明的毒瘤和性情 那我们首先讲那个现代文明是什么东西 现在文明我们是讲的现代 从人类整个历史上讲 就是从古代传统社会到现代的突破 是在17 18世纪 我们叫一个现代突破 就modern breakthrough 而这个break breakthrough 这个突破 它首先是在欧美发生 这个奇迹是在那边发生 我们所讲的现代文明 其实就是从17世纪开始 欧美首先建立起来的 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 和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制度 解言之就是它是一个自由民主政治制度 和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一个水乳交流 形成的一个社会制度 而马克思的毒就毒在这个地方 就是它要摧毁 要消灭人类 待于生存 待于发展 待于发展的这一套 整个社会制度 也就是刚才我讲的 自由民主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 那么马克思他参考这种理论 他本身 为什么他是一个毒瘤和陷阱呢 说他是陷阱 就是我们知道 这个资本主义制度也好 自由民主制度也好 它是根据人类 在17世纪达到的一个思想非业 就是对人性 对人本身的认知 对人的这个人权 人的这个欲望 人的这个 人自由优先 推到政治上 那么他就要 经历这个 民主制度 来保护人权 就是这个把政府定位成 对个人人权的保护和速建 然后要变成这个社会上 为了能够有效的制衡这个政府 就必须有这个司法船 立法船 行政船的分船 让他互相制约 而且就最后 如果这个政府不符合民意 要有一个机制 来去改变它 也就是这个定时的自由的这个选举 然后呢 这时候要政府选进去以后 为了避免他侵犯国民船利 要有这个弱不弱 就是法律是最高权威 政府 政党 任何一个实体 都要服从法律 所以说变成我们所讲的自由主义 民主或者信政民主 这套制度 它是从这个人权至上 推出来的 那么在经济学上 如果是说 人权至上 那么像洛赫所讲的人生出来 就有这个生命船 有财产船 有自由船 那么他自由的是 要去保护人船 要自由的去追求财富 那么他就要去生产 就要去交换 就要满足他的经济利益 这样的自发制度 就引发成这个市场经济 这也是这个亚当斯密 在18世纪 在那个国富论 国富论里头 全面论证的 就通过市场这种 看不见的手 可以去 输动人们 激励人们 去撞造财富 而且通过交换 来满足整个社会的要求 而这种制度 建立起来之后 我们知道 中期17、18世纪开始 这些制度建立的国家 就以传统社会 区别开来 也促进他们 这个科技上新 制度更新 和这个道德进步 整个社会突飞猛建 就进了一个 就是他们进入一个人类社会最新建的 这个国家和地区 那么创造了极大财富 但是在资本主义和自由民主 经历的时候 当然他这个社会本身 他不是个完美的社会 因为人本身不完美 所以他有这个财富不均的问题 有这个意不可能 所有结果 大家都人人平等 所以他有这个 这样的很多问题出来 能够去有了这个社会主义的一些思想 也跟着这本文言散生 而这个社会主义 集大成 在当时就是马克思 搞这个马克思主义 这个马克思主义 他是从 Kegor那里拿来这个变证法 从Permacar那里拿到变证主义 能够把这些东西结合起来 做变证伪吾主义 来去修正亚当斯密 他们所创立的 这个 我们叫古典经济学 这个是你的本行 你是经济学出来 我不要翻本 弄虎 可是这里头就是因为 这个 刚才讲过 亚当斯密他论证的 就是这个市场经济 是双造财富 和这个有效 高效配置支援的 人类能够找到的 一个最好的一个制度 但是马克思呢 他从那个变证法 从维吾主义力过来之后呢 他其实他不懂经济学 他本身因为 他对资本主义不满 他要推翻资本主义制度 他信仰那个社会主义 那个理想 所以他就是 改造这个古典经济学 他的改造经济学呢 这却把原来 亚当斯密和这个 洛克他们所创立的 这个劳动价值论 推到极端 以原来讲这个 商品 这个商业交换的商品 商品 为什么有价值 为什么人家要付钱 去买它 那个时候他们从洛克的 那个财产学说里头 就是人的劳动在里头 創造了 这一 附加了这个价值的上面 那时候他最初起源 想论证这个财产权 为什么是听声的 是从这里过来的 但是从真正的生产和交换过程 人们知道 这个商品的价值 或者商品的价值 不全部是从劳动来的 因为它有资本 就是资本提供的技术 它的管理 它的设备 都在创造价值 而且在这个价值本身 它是一个主观的概念 就是后来很快的经济学家们 就去发现了这个 他们叫做兵器效用理论 来代替了劳动价值理论 就是这个商品的价值 它本身是由它的兵器效用 来决定的 也就是说 比如说这个 刚才你喝水 一杯水 这一杯水 如果对一个 渴得要死的人 那当然是无价值宝 他不喝就要死了 你要他 多少个亿 他都去买 一不喝他就死了 可是你如果喝水 喝足了 把这杯水喝足了 这个水 另外第二步 第三杯水 对它一心不止 你给它 它没有用了 不喝 所以这个水就没价值了 所以它这个兵器效用 是低减的 所以这个整个经济理论 后来有很多数理公司 来证明这个价格 和价值之间 怎么关联 所以这个是真正的 和学的态度 来去研究市场 来去研究市场 研究这个经济 可是马克思 他本身 根本不顾这一口 因为他是要来激发 无法整阶级 起来革命 所以创造个 把这个 劳动价值论 推到极端 所以创造一种 或者胡说 这个 剩余价值 就是说这个 所有价值 都是劳动创造的 那个 资本家富了 这个工人 没那么富 就是因为 那个生育价值 被资本家剥削了 所以你把资本家 给消灭了 把他杀掉了 夺他的财产 是剥夺者 就把这个剥夺者 把他剥夺回来 是一个正义的行为 是很高尚的行为 而且他为了 为了论证这号理论 他又去把人类 很多的这个 乌托邦理想 就是有一个 没有剥削 没有压迫 和既无自在 和这个 国境所能 国境所需的 一个 一个细无缥缈的 乌托邦 如果你把这本家 灭了 你就会有到 那个乌托邦 所以他就 用乌托邦 一个陷阱 来去勾引 无诚阶级 而且他用这个 刚才讲 唯物论 现在当然 大家最很荒唐 他就把这个 唯物论去想 人的思想 人的道德 藉由你的经济地位 和你的阶级身份 来决定的 如果你是无产阶级 你就是进步的人 你就是好人 如果是你 基本家 你富 那你就是 反动的 你就坏人 这个是完全 胡说八大门 你这个社会上富人 有很多好人 穷人 有很多坏坏的 因为这不是你的 这个社会身份 决定 但是他根本 不顾这套东西 所以他算 这套理论 他是一个 一个纯粹性 基本主义 他是有自我改善的机制 他自己会自我改良 可以去里头去 用改良的方式 来去缓和 这个经济上的问题 包括贫富不均的问题 而这套理论 当然是在整个西方 是得到大家的认同 所以这个无省阶级 在西方就转向了 社会民主主义 也就是在资本主义 和自由民主制度 这个框架里头改良 就是现在其实很多西方的 左派政党 没有工党 社会党 基本上还是遭失路 就是去 壮大工会的力量 或者去增加国家福利 然后去改善 工人的生活 但一直同时 也是做过这样的方式 来去调节资本主义市场的 这个均衡 就是需求和供给的 这个均衡 来让这个经济发展 更加平衡一些 然后呢 就是去让这个社会 西方社会 保持它的动力 保持它的 配置资源的 这个基本框架 但是马克思主义 这套理论刚才讲 它不仅仅是一个性格 而是它独留 独在什么地方 就是如果在西方 已经被否定了 被历史事实 否定的这套理论 但是在东方 像列宁 斯大林 毛泽东 伯特 金志成 之类的这些 骗子和恶棍 把这套 本来 使用于西方 静命主义的 批判的理论 拿过来 作为他们 打架 劫色 杀人放火 躲起政权 的一套工具 一套思想武器 因为我们这里要知道 马克思主义 创造这个理论 我是做罗素 研究出来的 罗素给他一个 很形象的比喻 就是 他是一个政治宗教 就是这个马克思 他说上他身份 他是耶稣 这个 共产党 其实是相当于 基督教的教会 所以这个 无省阶级 就相当于 基督教里头 那个选民 所以共产主义 社会 天堂 就相当于 基督教的 这个新灵王国 所以他有这个 宗教心怀 在这里头 所以他的 煽动性非常强 所以当 列宁 史大林 茂东 这些人 把他拿过来 东方 他没有武装阶级 因为他资本主义 没有发达起来 那么他就拿过来 去煽动 流氓无声者 就当时 在俄国 刚好战败之后 一大堆 工人 这个军人 解散 他就变成 这个流氓 他们无法谋生 他就把他 组织起来 变成红军 变成世卫队 然后去搞政变 夺权 然后回来 镇压真正的 无产阶级 就是比如当时的 俄国的社会党 或者俄国的 孟斯韦克 他们就真正 依赖无产阶级的 依赖工会的 他们被镇压了 所以这也是 为什么西方的 无产阶级政党 也跟 列宁 他们 吃大利人 分到 扬镳 而到了 中国 到了 这个 北朝鲜 到了 到了 朝鲜 到了 柬埔寨 那等额下支 所以他们 这套东西 就拿过来 去杀人放火 去劫富 劫穷 我们中国共产党 本身就提过来 大高风天地 所以这套理论 他是 去夺取政权之后 建立一个 共产暴政 来去 杀死 多少无辜 就是来 迫害 多少无辜的人 去创造一个 原来 刚才讲 一个宗教样的 一个天堂的理论 创造去 真正的人经地狱 凡是实行 共产主义的地方 都是人经地狱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 就是他是一个 一个人类的 毒瘤和性质 这个 石板先生 冯老师 用15分钟时间 把我们大学里 学的四年的 政治经济学 给我们讲述了一遍 这个 你在 你没有在中国 读大学 但是你在中国 也学过 马克思主义的 政治经济学 对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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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大哥 你在北大念的 就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没有 我北大法律系了 但是我们高考的时候 也要考 马克思主义的 政治 对 然后大学 本科也要学 那个什么 我在中国读书的时候 基本上读的 那个社会发展阶段 这是马克思讲的 就是说 原始社会 变成奴隶社会 什么封建社会 资本主义社会 变成共产主义社会 然后中间有个社会主义社会 社会 对 然后后来就是说 什么中国的 是半封建 半殖民地社会 这个 然后现在是社会主义 初级阶段 是 各种各样的东西 都要记下来 然后这些东西 后来我离开中国 在世界上 行走啊 觉得完全没有用的 而且 而且真的 实际上是 学了一堆没有用的东西 另外一个 我觉得 我在大学 在日本的大学啊 他也有 这个 当时 比我们再年龄大的一代人 他也 左派也很流行的 是 那个大学的经济学部里边啊 他有一般的经济学 你就说什么 Kentz 那些 这个英明 还有一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 是 有的老师他就觉得 然后后来我们就发现 就是 找工作的时候啊 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 这群学生啊 不好找 那个学校 他面试 企业面试的时候 要问他嘛 你大学学的经济史学吗 他说我是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 这基本上就是 找到 大的好多企业 一般不愿意要 因为后来 他们说 这个 这些人呢 对社会充满仇恨 总觉得这个社会 都是不对的 所以说 我觉得 确实是 不但这个 把很多社会主义国家 坑害掉 把很多这个 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 年轻学子 也学完之后呢 就是 完全学一些 没有用的东西 就是我觉得 马克思 首先他自己 没怎么出过社会嘛 天天在图书馆 你泡着写书嘛 这完全 他的社会 是你想象出来的 另外一个 我觉得最重要 他是否定人性嘛 就是他把人 其实是当做东西 就是说 应该怎么做 人的 人非常自私啊 这个 能不工作 就竟然不想工作 这种人的 本性的 不好的地方 他是没有 没有涉及到里边去 所以他有一个 巨大的这个缺陷嘛 然后 其实后来 现在所谓的 信马克思主义 特别是宣传 马克思主义的人 是一些 别有用心的 一些坏家伙 比较多的 对 冯老师 我们再来谈一下 这个 列宁 你书里面谈到的 列宁主义的 党国极权制度 我比较有兴趣的是说 列宁主义的极权制度 从中国 秦始皇以来的 这个 君主专制制度 有什么特别的 不同地方吗 是的 它就 它是两种 根本不同的 政双形态 这里后又回到 我们中国 刚才一开始 我讲过中国人开口闭口 就是中国几千人来的 这个专制制度 就是把它一国主 其实这个 中国这个 大一统的 君子专制制度 它本身 不是自古以来 都这个样子 我们知道 我们讲三皇五帝 那是部落社会 对不对 那么你 宣传战国之后 它是一个 竞争型的 一个亡传统治 没有皇帝 就是国家 帮国之间 是互相竞争的 而且当时的思想 形态是这个 白家争民 就是这个 思想专制 没有经历起来 所以这个 真正的大一统 君子专制 是公元前 二百二十一年 其实皇经历的 而这个制度 从它经历 二百二百二十一年 公元前 二百二十一年 到一九一一年 今夜革命 就被推翻了 也就是说 它真正讲 它是在中国 生存了 两千一百三十二年 但是在 推翻了 这个君子专制之后 在中国 还有 从 1912 到1949年的 这个 中华民国 怎么 这个未来都专制 这个历史判断 本身受过这些地方 当然这个 中华民国 又分两个阶段 就是从1912 到1927年 这段时间 是中国的 信政民主 就是中华民国的 信政民主阶段 也是它有 有宪法 有这个 总统选举 有国会 有多党政治 有政党轮替 有这个 资本主义市场 经济 有 有 有独立的 这个媒体 有 自由的媒体 有这个 独立自由的教育 应有 尽有 但是很可惜的是 这个 信政制度 信政民主制度 被 就被这个 中国 中华民国的 国父孙中山 还有 共产党 因为国民党 被破坏 之后消灭了 就是他 他 这个 到1928年 国民党 一统江湖 进入这个 这个 国民党的 党国 但是国民党的党国 它是一个 为什么的党国 因为 国民党的党国 底下 刚才讲了 他有 资本主义 市场经济 他是 依赖他生存的 那么他在 社会上 他本身 他也继承中国 传统社会 他没有推翻 传统社会 因为中国的 这个王权 本来就 就有很多 这个 宗族啊 其他 会社啊 很多这个 民党的 这个同乡会 很多组织存在 他无法消灭 而且当时的政治上 还有这个 各个地方的军阀 还有 共产党 政权也存在 所以他在 政治 经济 文化 各方面 都是多元 或者半多元的 真正的 我们讲这个 共产专制 他是人类 专制制度的 顶峰 他是政治 是经济文化 全面的 一元化 就是这个 他对整个 这个党国 共产 集团党国 对社会的 控制 是 无孔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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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滴水 不漏的 就每个个人 无何逃离 天地之间 因为他有一整套的 国有制 经济 把你的生计 全部控制起来 然后他有这个 单位制度 有户口制度 有一整套 透露制度 有这个党管 干部 还有对媒体的 传媒控制 对思想的传媒控制 就他这个 这个 集团制度 他还有制造 对这个领袖的 个人崇拜 一整套东西 而这套机制 是把人类的专制 推到了 顶峰 所以你要 你要跟 哪怕刚才 中国国代的王船 就皇帝的 君主专制制度 我们知道 这个皇船 部下乡 就是他的最低的 最低的成绩 是县 皇船 部下乡 到县 西品 司马关 信令 信令之下 那就是 乡生的天下 有乡生在管理 我当时 他有这个 低主经济 因为这个 室友经济 他和 过关而去 和自己 和过他的日子 和不靠 皇船 天高皇帝 所以他是一个 比这个 国民党的 党国 威船 威船 统治 还要 弱的控制 所以他跟 那个 共产党的 集团 是不和 同志而语的 所以现在这个 党国的 集团专制 要比中国 以前的 黄酸专制 要 恶劣 残酷 残忍 云密 新北辈 也就是这个 意义上讲 他是人类 专制制度的 顶峰 所以他对 中国社会的 破坏 包括对 人道德的 破坏 也更大 其实 1949年 中共得权 从我们 学历史上讲 他是把中国 几千年以来的 文明载体 也是地主 富农 就乡村 阶层 灭掉了 同时也把中国 在亚聘战争以后 通关之后 培养起来的 城市精英 和城市的 这个 这个 信贷经济 作为资本主义 和政治阶级 也灭了 灭完之后呢 就是靠 这个流氓 亡生者 就是他们 毛泽东 这些 中小学生 这些边缘人 跟流氓 亡生者 掌握政权 来去荼毒 整个社会 而不断搞斗争 所以这就是 毛在之后 把中国 整整整整了 30年 让中国社会 就是因为 马克思 也说 撞上财富 我们要 跟发达国家 其实他是 把中国 原来的财富消灭 把所有人 剥夺到 那个 视频的状态 王浩熊 我不知道你 当时的家境如何 我在海南岛 他是真正的 穷的 没裤子穿 那个是那种 那种穷困方式 那种 那种思想的贫困 那种封闭 真的不堪回首 所以这个是 列宁主义的党国 从苏联那里 投运过来 对中华民族 对中华 传统文化 还有对中国人 心灵 生命的 这种 这种 相害 这是 甚至掏天大者 对 但是我比较有兴趣的是说 这个中国 在你书里面提到 中国实际上在 亚片战争以后 特别是洋务运动开始 一直是有一种 向西方学习的 社会思潮 可是为什么会误入 企图变成以俄为师 变成了实质上 不是向西方学习 而是向一个 俄罗斯的专制帝国 所产生的列宁主义学习 这个讲起来我们很心疼 就这个概念 就是中国 因为我们刚才讲过 人类的信贷突破 首先在西方 在欧美 就十七世纪 他们实现了 尽力的资本主义制度 也尽力的 这个信政民主 或者自由主义民主制度 让整个人类社会 突飞猛见 尽力一个现代文明 比如中国 当时还属于封闭状态 当他接触到西方 后逐渐的认识到西方 在先进制度 跟日本一样 就开始向西方学习 就中国是属于 学习型的 一个现代化国家 所以刚才你讲 从这个开始搞养国运动 后来搞武器变法 后来搞侵害革命 就从制度生变 文化生变 后来还有性化运动 全面的想学西方 跟上这个历史步骤 其实也许的很大进步 包括刚才讲过 在1912年之后 创建了信政民主制度 而当时传制界 你数过来 建立信政民主制度的国家 也不过十来个 中国当时其实 并不是落后很多的 问题很可惜的 我们讲这个历史 没有规律 只有概率 原因就在于 这个人们 有这个人 他总是在多种选项中 做出选择 这个病量是不确定的 所以这个关键少数 就是我们讲 critical minority 他所做的选择 他可以左右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 几十年的命运 而当时 放弃 向西方学习 转向一而为师 这就是中国 现代社会 发展的巨大悲剧 而这个悲剧 刚才已经提过 首先发生在 中华民国的国父身上 中华民国的国父身上 他原来已经 按照当时的企业 当时大家定下来的规矩 他是1912年就把船交给原则凯 对不对 就是他本身 因为现在革命 它是一个和平革命 是由这个原则凯的实力派 还有当时的这个 这个这个立宪派 还有这个这个满清政权的郭 国母 还有革命派 他们共同谈判的结果 这个苏中山的时候 判判要把这个 这个这个总统 交给原则凯 那后来已经 进入了总统选举 要国会 已经进了一套制度 可是苏中山和革命派 这批人 后来讲了 我是革命 这我们干的什么 他们讲全 所以他们就开始 第二次革命 还开始胡来 但是当时中国 到一直到1927年之前 你如果说 你有人要 要推翻民国 你要徒币 那要护国运动 护的就是民主共和国 你如果要费持宪法 那么要护法运动 就是他这里头 就是民主制度不完善 就是你要要去完善他 他要有一定的时间 和苏中山他们等不及 而认为他要重新去 回到选立中心 要长选 这之后 西方也不支持他 社会也不支持他 然后只有这个 当时尽力共产暴政的 莫说一刻 苏联共产党 看到机会 来去支持他 所以这之后 他在跟其他的政治力量 做斗争过程中 他发现只有他们支持我 所以他就一下子靠过去 而且是苏联 这些我讲是辩子和流氓 他经历了这个制度之后 他和恐怖的政权 还一定程度上实现 走向那个工业化的路 对苏联也很有显力 然后他一下子就抛弃了 他原来向西方学习的路 因为他原来善民主义也好 什么什么 他的整个设计 他是靠以美国为模范 现在转过来 以俄国为模范 建立党的军队 然后去改除国民党 然后去用 要以党治国 来去开始动手 推翻他原来 建立起来的民主制度 这之后 苏联也支持共产党 他是双管齐下 一方面支持孙中山 一方面支持共产党 一开始他把两个党 捏这一块 就是共产党加着国民党 然后先把 所谓北洋政府 就是当时的合法的 中华民国政府推翻了 建立国民党的 当时的 威传主义党国 那后来共产党 完全学书联那一套 随作一个 这个都是 我讲历史的偶然性 这个屁股 这个打屁股要打到日本 如果日本不打进来 共产党没有机会 因为他原来在 整个岗山 因为他是要去 打火烤分云地 把山人放火 把那个地主 一中龙 这是一般的自公龙 都剥夺光了 因为他几十万人 哪里要死啊 他只能去搞 搞这种恐怖行动 来去剥夺 所以有人都反对他 所以这个围剿之下 他就说底了失败 失败以后 他只能逃亡 流亡 上中都被走 跑 这之后 这个日本打进来 首先从东北 后来到华北 后来是到 1937年以后 全面战争 然后这之后 是把国民党打残了 当时共产党 跑到延安之后 已经延延益期 现在两万人 在那个不毛之地 他根本无法生存 可是这之后 日本把国民党打残了 共产党去收服 所谓底后 就农村广阔的地区 日本没那么大的军队 就是占领这个点核线 城市和铁路线 所以共产党 接受个机会 来去做大 而且当时的美国 罗书福他们这批人 他是左翼左派 他是因为中国共产党 不是共产主义的 他们是民粹主义的 他们是民族主义的 他们至少跟国民党 平起平坐 他不一定比国民党坏 也不是支持国民党 所以这种方法底下 国民党失去了中国 所以这时候是 中国这个 谬误 就是这种悲剧 就在这时候 本来是走在光明大道上 就是人类的正轨 就是从那个传统社会 你不管叫办封建 办什么社会都好 他是走向跟西方文明一样的 你知道全世界 只要认真认真的 老老实实的 搞政治主义 搞自由民主 搞民主制度 都会发达起来 也是台湾 香港 日本 都这样走过来 可是中国在这种情况底下 一而为是走上了邪路 就造成中国现在这种悲伤的结局 是吗 严先生 实际上日本也走上了一段邪路 就是说 从明治维新的时候 日本并没有比中国的洋务运动 早很多 几乎是同一段时间开始的 也都是向西方学习 然后日本建立了某种意义上的 君主力限制 对 可是日本虽然没有 以俄为师走上 这个共产党集权制度 可是某种意义上 日本走上了法西斯主义 军国主义 一段时间 所以才造成了这个二次大战 日本战败的这样一种状况 那这一段时间的历史 为什么向西方学习 日本和中国向西方学习了以后 中国会走上了这个 列宁主义的道路 日本走向了这个军国主义 法西斯主义的道路 这似乎某种意义上 都走向了一种乌乌其徒的状况 我是这么想的 我觉得向西方学习 不如说向美国学习 现在全世界走上这个文明 主要是从美国的这种民主制度 后来普及比较广泛的 日本可能当时是比较多 向英国学习 像那些海外扩张殖民地 英国 法国 全世界铺展殖民地 日本觉得我们现在也工业化了 那我们也要开拓一些殖民地 这是向这些殖民主义国家学习 我刚才讲中国 就是刚才老师讲的 我觉得确实二战是一个 对中国的一个非常 实际不好 给中国带个很坏的影响 但是我想再往前 还有一个偶然性 就是说当 就是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 那么当时其实中国整个 把国门打开 大家开始吸收西方事务的时候 有很多进步的学者 这个时候正好赶上 就是说巴黎和会 巴黎和会的时候 一下子就是说 这些分赃的西方列强 吃相太难看 给中国浇了一盆冷水 让中国的所有的 基本上就是社会精英 都对西方非常失望 所以才有个五四运动 在这种情况之下 正好又赶上俄罗斯的 这个十月革命 十月革命 大家对西方的这种 怎么对新鲜的事物 都比较接受 觉得这十月革命 可能会很好 而且十月革命 他们强调一个 就是说人人平等 这个概念 我觉得又和国民党 像蒋介石 他们是青红帮出来的 又有很多 就是当时的军阀 或者是 就是人和人的这种 地位并不是很平等的 这种封建社会的阶级 有的 但是相对比起 俄罗斯又没有 在巴黎和会上 一起欺负中国 而且呢 俄罗斯有西方革命 这个十月革命 这个时候 我觉得很多 中国社会精英 对这种俄罗斯的 这十月革命 共产主义思想 有一个很大的幻想 所以共产党 共产主义思潮 一下子在中国 就普及开了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 然后后来呢 就赶上 包括日本 几个月中国的 一连串 使中国就是 一下子 误入其他都走得很远 那么日本 其实我觉得 它是想学习西方的 这种殖民主义嘛 在全世界 弄殖民地嘛 但是因为它 来得太晚了 所以说 包括德国也是 它就开始跟人抢嘛 其实我觉得 他们发动战争 就是说 觉得你们 先占个殖民地 也分给我们一些嘛 但是这些 在二战的时候 基本上 就是英国 他们慢慢就 殖民地就不要了嘛 二战结束之后 全开始甩包袱 然后渐渐的 真正的西方 我觉得 这个 完全进入文明的社会 我觉得 还是等要到 二战之后 以美国为中心的 这个国际秩序 形成之后 才渐渐形成的 那么现在 大家慢慢全归 归到 这个进入文明社会了 只有中国呢 还是在 怎么说呢 还是往回走啊 还是在 以当年的俄罗斯为师 应该是 我觉得应该是 可以这么解释的 是 冯老师 你书里面 也确实有提到了 关于巴黎和会 对中国的知识分子 所造成的负面的影响 某种意义上 也帮助了 列宁主义 在中国的传播 当然在这之后 西方国家 希望通过国际联盟 通过这个 华盛顿会议 来做一些 对巴黎和会的 不公平的 对中国待遇 做一些修正 但是似乎 有点为时过晚 没有起到 真正的作用 之所以 整个中国的知识界 就接受了 这种激进主义的 革命主义的思潮 是的 这个是一个 刚才是一个悲剧 就是这个 历史很多偶然的 元素在起作用 就是很容易 把这个 一个国家 就倒上戏图 就是这个 其实西方国家 刚才石板兄讲是 但是如果我们讲 我们讲 1948年 才有这个 世界人才算员出来 就是平等 对待所有民族 因为原来的 西方它有双崇性 一方面 它是最先进的 自民主义制度 最有名的制度 同时 它也是 自民主义的国家 因为它 利用它的国力 来去 选修市场扩张 有这个争夺资源 争夺市场 然后 研发战争 然后这样底下 就帮助 刚才讲 这些 这些 洛乎国家的 这个 骗子和恶棍 宣布他们的 这个马克思主义 会得逞 这个历史 人生具有 这个复杂的一面 对的 是 当然这里面 还有很多 历史的 这个悲剧 特别是像 威尔逊主义 提出的 民族自觉权 在巴黎和会上 没有体现 所以像 朝鲜 中国 印度 埃及 这些个 东方国家 都觉得被 这个 威尔逊 抛弃了 然后大家 当地的 民族主义 或者当地的 这个 知识分子 很多都走向了 激进主义 确实是一个 某种意义上 是一个悲剧 我们再来看一下 中国 从 列宁学来的 这个 列宁主义的 党国极权制度 今天在全世界 少数 四五个共产党国家 还在继续生存 中国是 当然全世界 最大的共产党国家 这个 照中国共产党的 说法 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中国化的结果 马克思列宁主义 中国特色 你对这个说法怎么看 马克思列宁中国化 这个吼号 是毛泽东在 银安知识正式提出来的 刚才我讲过 因为他 俄国 把马克思列宁 俄国化 中国把马克思列宁 中国化 这是一个很自然的 因为你在另外一国家 去学另外一国家理论 他就肯定是要 本土化 但是在实际过程中 我们把他这个吼号 还不说 马克思列宁中国化 在马克思 在 在 马克思列宁那里 他其实是 是要决结一个 阶级路线的问题 因为在西方 马克思提出来以后 他要代表 无产阶级 闹革命 那俄国 没有无产阶级怎么办 那么就 他靠这个城市里头的 流氓温存者 就是被解散的军人 和这个 实业工人 那中国 连这个城市里头的 这个流氓温存者 都不够用 没有 而且这个 当时你要是在 武汉 在上海 在北京 要找到一份工作 那是切天切地 那是这个 像天上的献变一样 那工人哪有 哪有心思 去跟 工人哪有革命 而且他当时 这个 他们要去支持革命 在城市里 根本没有机会 所以马尔东呢 他就要解决 阶级路线 他去城市里面的 流氓温存者 没有 那么就在 在乡下里 我找 乡下里 我们就 老讲 他是一号农民 农民 老老八交的 这些农民 也不会跟你闹革命 他们种田 他真正找的是 乡下的流氓温存者 也像马尔东所讲的 贫固农 就是那二流起 没有地的 就是打家结社 可以 去上山 做土匪 可以 你知道他上 井岗山以后 到各个地方 包括海南 风北基 他们搞的 新华重队 都是原来的三匪 把他改造过来 就变成红军 所以他是 这么一个 自己路线问题 所以他的 整个中国话 就这么一个话法 当然 毛泽东在 掌船之后 他还继续搞 找中国话 那就掌船之后 他去接触 中国传统 法家的 那种思想 特别是 密不告人 那个商君书 如何去移民 如何去移民 然后是怎么去 骗老百姓 怎么去 对国民 这种精神浓郁 他是好法教 就是他自己讲 这马克思教 行使话 当然他也 他也学道家 比如说他 他要相信 那个 那个 撒婴 补养 去糟蹋 那么多 这个 这个 无辜少女 他 这个东西 他是为了 他这个帝王术 他的东西 会 一些思想支援 那么到了 习近平今天 他要搞 他的个人崇拜 他又是 假装 孔子 而且 这是一个闹剧 因为我们知道 文革中 刚才我讲 19年革命 就是颠覆 整个中国的 思想传统 文革中 是不是反思旧 把孔庙 孔向传部 烧掉 他是滔天大罪 现在他 还有意识 还有面 来讲 我是孔子 孔子 的继承人 这是一个 绝对的 欺骗 而且是一个闹剧 没有任何意义 真正的事情 他是拿种资源 资奖资源 对他有用 对他的恐怖宣传 恐怖他的暴政 有作用 他就拿来用 包括他 喇嘛和书里 也根本不不忙 是一本身的 自想理论 意志性 或者完全 根本不在乎 你这本书里面 一个结论性的东西 就是应当像 清算法西斯主义 那样 清算共产主义 你为什么提出这个 你觉得现在 特别是在中国 需要进入一个 清算共产主义的 一个阶段 或者是一个大的 社会运动 不仅在中国 其实我在澳大利亚 其实这东西是 我在美国 在欧洲 都走很多 不仅是在中国的问题 就是你看在西方世界 在二战结束之后 他结束了 殖民主义 公布了这个 世界简存栓言 他是把这个 法西斯主义 作为一个 一个反动 透顶的东西 被否定了 而且现在 你要去公开 宣传法西斯 他是 黑 speech 这手混语言 是不准 是非法的 法西斯的政党 也是非法的 不准成立 可是他现在 并没有把 共产主义 当成跟 法西斯主义 一样的东西 我们知道 我们后来 用的基酸主义 Total Italian的人 是把 两者 就是马赫斯主义 跟 法西斯主义 他是共享了 集体主义 社会主义 国家主义 民族主义 所有这些资源 来去 压迫人传 否定 个人自由 所以他是 一整套东西 是一样的 而且如果说 对人类犯罪 对人类造的危害 那怕你 杀死的人 你共产主义 也比法西斯 杀得多 对人的这个 思想奴役 他奴役的时间 也更长 奴役的范围 也更广 如果说 根基于事实而言 那人类 到现在 那绝对应该 把它也否定掉 问题在 在什么地方 为什么要 这种呼吁呢 就是人类 知道现在 西方的教育界 媒体界 受左派的控制 很深 因为他们 本来这些人 你知道 他们讲 这个马克思主义 是西方 知识分子的 精神鸦片 他们共享 社会共产主义的 思想意识形态 他们认为 这个共产主义 是一个美妙的天堂 共产主义者 没有做好 是好心做坏事 共产主义这个理想 它是好的 它是高尚的 它是崇高的 而这个 西特洛 白旗主义 这些坏人 他是坏人干坏事 他是小人 所以他现在 还是维持他 共产党其实 在很多国家得权 包括在中国这一类 他是得到西方 左翼的支持 而今天的西方 跟中国做生意 继续去把中国 接纳进 传球化的 一个放手里头 他不想跟 共产党设底的切割 包括现在 他正式的正式 到今天为止 他即使认识到 中共政权 是最大的 专制政权 是他们的 战略对手 但是他还是不要脱钩 所以这个 这种欺骗性还在 就是我为什么要做这种呼吁 就是说 你如果是事实修事 你根据历史的现实 共产党主义 它是一个谎言 它本身是一个陷阱 而且在实际上 对人类造成巨大的危害 到今天还在继续危害人类 它是系统的剥夺人权 系统的精神社会迫害 系统的消灭政治反对派 对人类的威胁是非常大的 人类如果想进步 想永久和平 你必须 把共产党主义 跟法西斯主义 一样来对待 它都是 集团主义的 实际上意识形态 都应该 放到它应该放的地方 人类才会 才会真正 建立新的道德 新的社会关系 这种东西还在的话 它还会去激发 这种 这种 不法之徒 因为这个社会主义 其实是这样 心理基础 是一个嫉妒心 因为这个人类的 这个要结果平等 所有的均贫富 它既不可行 也不可遇 因为你如果 大家努力的结果都一样 谁要去努力 谁去创造财富 而这个自民主义 从它十七世纪以来 给人类创造了多大财富 而且它用这个市场竞争 用这个民主和这个社会福利 给社会 包括穷人 改善了 就是天地之别 你要说你看那个 十九世纪的那个文学 那个汉国来 描述那种社会 跟现在的西方 比较 温存积极的生活 天地之别 就像他们 雄人也照样 得到很多改善 所以现在你 如果煽动那些 想不劳而获的 那种嫉妒心 只剩到革命 它只会造成混乱 包括你现在在哈玛斯 那些人去巴拉斯坦 它是被压迫民族 它用什么方式来反抗都是合理的 这是很可怕 因为这个东西都是同类的一个思想根源 要去心理它 就是人类目前这种 伊斯兰的营教主族也好 共产主义也好 要全面的心理 人类才能够得到安宁 人类才能够得到和平 才能够得到正常的发展 好 今天时间差不多了 非常感谢冯教授的 来上我们的节目 谢谢你的时间 谢谢冯教授 谢谢石板先生 谢谢大家